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得太多,不做运动 很容易会有脂肪积聚 但小心,不要积聚在肝里 要小心,脂肪肝都会变成肝癌 到底脂肪肝和肝癌的关系是如何 香港人的饮食文化趋向西方 肥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饮食不均衡或吃得太多 都有机会导致有脂肪肝的形成 而近年,脂肪肝引致的肝癌比率 直接上升,成为引致肝癌的重要因素 吃得多就自然会有脂肪的积聚 甚至形成脂肪肝 我们研究出腸壮细菌 和脂肪肝引致肝癌 其实有获大的关系 一个成年人的腸壮 就拥有百兆以上超过一千种不同的细菌 当腸壮菌太失衡的时候 就会引致肥胖,发炎,皮肤敏感 甚至引发癌症 我们用老鼠来做实验 就发觉某几种肠壮细菌 在脂肪肝引致肝癌的过程中 逐渐减少 根据这个结果 我们就假设 这些腸壮细菌 跟脂肪肝引致肝癌 有获大的关系 我们发现每日去位置 特定浓度的腸壮细菌 比一些患有脂肪肝引致肝癌的老鼠 比对一些无畏制的老鼠 它肝癌的生长速度大大减慢 同时这些腸壮细菌 亦都会改变了免疫系统细胞的功能 这些改变令到免疫系统细胞 更加针对性地去攻打癌细胞 Dr. Lee研究出这些关系之后 现在继续研究这些腸壮细菌 希望可以增加肝癌病人对免疫治疗的反应 为治疗肝癌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靠着Dr. Lee和其他专家的研究 在北国的将来 我们随时可以补充某几种的腸壮细菌 就像吃维他命C那样 就可以预防肝癌 多谢教授 我是PolyU 应用生物及化学科技学系 你见我博士